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我是袁大鹏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一些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的节目的 就是为香港尋走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那我们不是希望 只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那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或者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到什么呢 那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呢 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那我们今天就我们很高兴呢 请到位嘉宾张翠荣小姐 那张翠荣呢 其实是香港是一个很资深的记者 也可以说是可能香港的唯一一个 能够去外地 在一个关艰苦危险的战地的地方 去采访的记者 那最近我也都有机会看到 张翠荣一本他几年前写的书 那是关于他在南亚各地方的经历 那前一阵呢 我又在有个场合 那大家遇到张翠荣 那大家聊一聊 他就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呢 我有个朋友呢 就是想成立一个关注小组 或者是处理一下天水围这个问题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张翠荣呢 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 他都有机会都去过了 又是一些比较上一些是战地的地方啊 比较群空的地方啊 或者很有问题的地方呢 都可以看到他的族影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张翠荣呢 最近呢 都去过韦尼瑞拉啦 那这个国家呢 其实呢 最近呢 有很多的改变啦 因为当他们发现他那个国家很多石油啦 那因为这个石油呢 那也都引起很多的外国的国家呢 企图呢 是去过那个地方呢 就是企图呢 争取那边的资源的 那维尼瑞拉呢 最近呢 有一位新的政府啦 那他他他採的立场呢 就跟很多其他的南美国家不同的 就是他可以这么说呢 他都是想呢 就将他的国家自己的资源呢 是给自己的国民自己享用 就不想呢 被其他西方国家是继续剥削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在韦尼瑞拉呢 就也都有一向呢 都有很多一方面的社区 或者贫穷的问题的 那我也都知道呢 是政府是当时呢 其实是着实是做过一些东西的 那其实天水围香港的问题呢 其实我想先先了解一下呢 在其他国家呢 当他遇到这类这样的大型的 所谓社区的问题啦 那因为有人讲及 天水围呢 有成三十万的居民啦 那那么大 就是那么大规模的问题呢 就不是一个社区团队可以做到的 那应该是政府是做一些东西的 那或者啊 张素雄呢 可不可以 告诉我一下 在韦尼瑞拉呢 就是你经历到什么呢 你看到些什么呢 好啊好啊 是 我都是第一次生这个节目的 首先和各位网上听众 问好 那我就在去年去过一次韦尼瑞拉 其实那次就是 就是主要有 就是中美洲啦 一路这样下去韦尼瑞拉 今年又再去过的 那今年呢 就是去了南美洲几个国家的 韦尼瑞拉是其中之一国 那刚才啊 袁大明说 有关韦尼瑞拉的一些很简单的背景 不过在这里想补充一下呢 就是啊 我想 就是大家 当然会听过 就是说韦尼瑞拉 是吧 就是出产这个世界小姐 文明 南美很多 是吧 很漂亮 是的 出产世界小姐文明 在这个新闻上面 因为澎亲 和这个总共有关 很有趣的东西 香港实报 就是香港呢 其他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新闻 就不是那么关注 不过有关查韦斯的有趣事件 就一定报道很多的 其实他就是在这个98年呢 是第一次透过大选呢 是上台成为韦尼瑞拉的总统的 一直就是做到现在 而去年年尾的大选 他又再连任的 他非常受这个窮人的欢迎 我们要知道 南美洲其实呢 有很丰富的资源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是窮的 就是很多 就是他们差不多 很多国家 他们差不多 至少有一半人口 是处于这个 生活在这个贫穷线上 现在委内瑞拉也不例外 所以变成就是说 如果你受窮人欢迎 而那个也是民主的国家 你都会很容易上去 这个查维斯呢 这个查维斯呢 他差不多 由98年到現在 2007年 都9年了 他一直来说 这个地方呢 就是摆很多 的确放很多资源 就是改善这个 贫富延传的问题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一说起 拉丁美洲呢 就占了一个印象 就是那里的治安 是极差的 绑架 搶劫 中之呢 就很差 其实这一样东西呢 最根本的问题 都是贫穷的问题 因为贫穷而起 还有一个社会的财富 分配不平均 产生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令到那里呢 治安真的很差 所以变成就是说 对于拉丁美洲来说 头号的敌人 真是贫穷的问题 而茶维斯做过什么呢 他怎样改善这个贫穷的问题呢 我也探访过他们的社区 其实现在社区 是变成茶维斯 社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 就好像一个细胞 就好像我们人体的细胞 你每一个细胞是互相紧靠运作 我觉得香港是有社区 所以我们事件一竞选 就说黄岸然有多少个社区 有多少个选区 在香港 18个 18个 即国立法会18个 5大9 区议会18个 区议会18个 是的 但是如果你问香港有社区 但是香港又好像没有社区 因为很散 大家很松散 但是韦洛水的社区是很不同的 原来他就是 改革一个很重要的 构成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细胞 所以那些社区就不会互相孤立的 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好像香港那样的 是的 又唱资源 是的 又唱资源 每个社区都很不同的 不过总不知 我不理你你不理我 是吧 就变成了很疏离 其实这些事情都影响 就是社区的居民 大家都疏离 大家都变成了很懒惑 就是对自己区内的事务很懒惑 是没有什么参与的 那你如果你有改善 你当然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那你要推动政府的 是不是 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的 查维斯 就是推动社区的人民 参与来到去 反过来 向他自己和官员施压 就很有趣的 这个查维斯 而且他又鼓励每一个社区 我觉得社区如果要参与 为什么要参与 就是要带出声音出来 你带出声音 才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做什么 不是好像 这次天水围有个妈妈 带着两个子女去跳楼 突然引起了一些关心 但是大家可能今次 就比较戏剧化 而且天水围 类似这些事件 不停上演 所以有些人会问为什么 如果不是 就当是其中一次跳楼事件 所以变成了 其实社区居民的需要 如何将他们的需要 带出来 他们的声音带出来 很重要 查维斯很有趣 现在委内瑞拉 总共有28个大的社区 每个社区 政府丢资源给他们 搞社区媒体 好像现在我们 更好 我们现在都是网上 网上 我们没有社区 应该每个区有个台 不停好 是啊 自己地区会有 香港最近 司徒又被政府控告 说他非法参与广播 我觉得这件事很离谱 你看看 我觉得大气波 真的是属于人民 你在委内瑞拉 有多少电台 鼓励每个社区 就多起电台 搞一个电台 电台不是网上电台 真的是在大气波 他又搞一个 28个社区的电台 有电视台 电视台可能成本比较重 所以变成了他们 查维斯帮忙 当然政府也不会直接参与 因为变成了政府台 他从旁辅助 扔资源出来 成立了一个 大哥大的另类电视台 为什么他另类呢 因为他不是商业运作的 不是靠财团的支援 纯粹是一个人民电视台 人民电视台就是一个总台 对了 28个社区 除了电台 也鼓励当地居民 自己不单止透过电台 出声 还要拍摄 拍摄 看看有什么活动 然后拿去那个 大哥大电视台 利用他的频道 播放他们的节目 所以变成了一个大哥大 另类电视台 除了他们自己都会有 缺制的新闻节目 其余那些都是社区 分给社区 那么变成了 如果那些居民想知道自己的社区 还有其他社区 发生什么事 就可以上我的频道 电台因为都是大气波 你喜欢听第二区第三区 你就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 就变成了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沟通很重要 至少你要知道 譬如我住在沙田区 你问我 深水报告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 没有渠道去知道 但是呢 不是啊 現在查韦斯 就是这样扔这些 所以变成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 香港是可以做到 很简单 不是做多些社工 社工没什么用 我不觉得那里社区 有什么社工 但我觉得最主要 其实他们 不需要社工 死呀 社工 如果听我这样说 不要紧 我们总之解释到香港问题 给到一个答案就可以了 我觉得社工 可能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 那就是说 当你一个社区 那个所谓的 居民的参与是强的时候 嗯 变成了社工 社工 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 可能有他们另外的 自己解决了先 是的 就变成了 好了 当然了 而你有电台 那你当然是一个区 有人统筹 所以每一个区 都有一个社区中心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社区中心 街坊福利会 那些 是吧 以前 现在就流行社署 或者一些 自然团体 就做一些大的 社区中心 是吧 社区中心 但是那些社区中心 都是搞民如康乐 是吧 是吧 家庭服务 是吧 可疑 但是那些都好像 有问题 有 有 是 那些 但是那些 社区中心 其实都很政治 我觉得 社区的事务 我们不应该是非政治化 好像等于现在有人说 区议会 就是说 民生本身都很政治 要政府参与 是的 但是很有趣的 香港人说 好像区议员 要搞民生 要搞好等等 就好像 不要说到这么高层次的政治 但是 不是的 这个社区 其实也是 社区事务 政治范畴之一 也可以牵涉到高层次的政治 那当然 如果整个政策 由上面有问题 那下面 你怎么可以帮它 補获都会用的 有些 譬如说 行橋整路 都牵涉到政府的政策 和所谓 规划 各方面都牵涉 所以 变成了 那些社区中心 其实很政治化 我说的政治化 就是 他们和政府的关系 是很直接的 是否有压力团体 对政府直接去问政府 做事 直接去推动政府 即是现在有一个 沟通的网络 是呀 那他网络里面 他那些话题 通常是 跟政治有关的 那些话题 还有呢 他们的节目 是政府听的 是啦 哦 就是有个声音 是啦 政府听的 起码政府是透过这些 知道社区的需要 就变成了 他们呢 很有趣的 因为是很有趣的 茶维斯 还有一个节目 叫做 Hello President Hello 总统先生 这样 就 每个礼拜都有 除非他出了房 不是 每个礼拜有 他一讲 就整天了 从早上到晚 就问一下社区 怎样 整些人 可以透过卫星 那社区 就告诉中共 是很直接的 因为 茶维斯 鼓吹 参与式民主 直接的民主 这个香港人要知道 不是选选选 你选了之后 自己不做事 其实我们香港的代议民主 也不是民主法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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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节目呢 那些官员坐在那儿 那些省长都坐在那儿 那些市长 喂 为什么会这样呢 麻烦你搞定 我立即解释一下 下个星期的节目呢 再问过你 进展 然后跟着 对责 那些社区领袖 让你回去做一些功课 公道一点 是的 那样呢 是很有趣的 就是那个模式很有趣 那好了 还有呢 它也都推动很多 所谓叫做社会计划 那我们那些叫做 使命计划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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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话 Mission 使命计划 因为它要改善 首先你要改善 那你刚才我说 搞一些电台 电视台 溝通 那你 你都要做事的 大家 溝通了 说给你听 你有没有发生 发生完之后 你都改善到我的生活 那我没有用 那他就搞了很多的使命计划 第一个很成功的 就是和古巴合作的 就是素孟的计划 叫做罗宾逊计划 就是素孟的 那其实在拉美文盲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素孟的 等你们识了字 有一个所谓工作能力 你连字都不懂 工作 那他做得很好 現在連鼓勵區內的老人家都參與這個計劃, 學識字、學識,你才能溝通到。 然後還有一個計劃,數慢了,人們開始識字了, 你不是停留在那裡識字就算了, 有些是直接入學校的, 有一個教育的事名計劃,就是小學、中學, 安排那些人,識字之後就入中學、小學, 老人家都可以入, 之後希望透過這些事名計劃, 在區內做好教育工作, 然後他有搞一個所謂合作社, 叫平價超市的計劃, 他就是由政府直接入貨, 就馬上放到超級市場那裡, 被那些中間人, 中間人的價格相對於很便宜, 我也去超級市場買個東西, 因為我說我可不可以去買東西? 我去參觀的時候, 我以為只是給居民, 誰知道原來我們外來人都可以, 看醫生都不用簽我們外來人, 去那裡旅行挺好的, 不會像大陸一樣, 大陸很恐怖的, 原來一張被子都要給壓金, 一百元壓金, 你去醫院, 你去醫院, 要睡床, 要蓋被子, 那張床, 好恐怖的, 那張床要給壓金, 連一張被子都要給壓金, 快來人家的杯子都給壓金了, 好像酒店一樣, 好恐怖的, 那給卡一輪吧, 唉呀, 是很好笑的, 那張被子都有, 我還沒聽過, 那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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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 他們醫院, 即是搞免費醫療, 因為陳維斯相信教育和醫療 都是基本人權, 最基本人權, 政府應該是負擔的, 那些事情是挺好的, 而兩方面, 教育和醫療都是跟古巴合作的, 因為陳維斯上台不夠十年, 那他也承受著前朝為來的問題, 前朝又不搞, 教育不關於連什麼, 枉錢是什麼都要收, 搞到個個又不識字, 沒有錢啊, 沒有錢也不識字, 又身體又差, 但是在古巴, 那兩方面搞得很好, 所以變成他們, 他們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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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 各取所需, 即你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對, 我給那些平價, 你就換那些醫生啊, 醫生啊, 老師啊, 當然, 你初時, 要有些人在那裏, 你才能改善到, 因為他們的國家, 前朝流下來, 什麼都沒有, 真的好像沒有, 所以變成, 由古巴醫生, 和老師, 訓練, 另一方面提供服務之餘, 也訓練他們, 那些東西, 等到社區的居民覺得自己有保障, 有了保障, 即是我生活有基本的保障, 那我就不需要出去搶啊, 偷啊, 打劫啊, 綁架, 那些超級市場真的很便宜, 我剛才說, 我去探過, 五匙子美金一大包咖啡, 五匙子美金, 還有, 超級市場都是主要的, 基本的糧食, 米啊, 所以我覺得, 變成那些居民不用捱, 即是說, 就算那年通貨膨脹, 他們都不需要捱, 捱貴米, 承受通貨膨脹之苦, 因為政府, 在窮人社區, 就設立了一些便宜的市場, 給他們, 這些合作社, 最主要一件事,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參考, 就是在一個社區裏面, 設工廠, 工廠所生產的產品, 都是按社區的需要, 譬如說, 而且他們全部請大部份女工, 即是那些以前做家庭主婦的, 現在去做, 有些訓練, 然後去生產鞋子, 衣服, 我也訪問過那些婦女, 他們覺得這個計劃很好, 因為, 他們不是說, 真的那麼想做全職家庭婦女, 有時候那些子女大了, 他們都想幫助家人, 增加家庭收入, 那麼, 父母, 即是你出到社區, 他們有什麼做事, 又不懂, 什麼都不懂, 現在區內又設工廠, 我剛剛去探訪工廠, 做制服, 校服, 凡身制服都做, 校服, 警察軍服, 警察制服, 什麼服, 又做襟章, 全部供應區內的, 有些鞋廠, 又供應區內的鞋需求, 有幾間工廠都是針對社區的, 令到他們說, 有便宜市場, 可以減低他們的消費成本, 然後有教育, 醫療免費, 還有工作機會, 當然也提高了他們的參與感, 因為區內電台、電視台也提高了他們的參與感, 他們也覺得有些成就, 因為真的有一個所謂對話的, 跟政府有一個直接的接觸的, 一個推動的,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很參與,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們說是安居樂業的, 之前窮人, 就住不起這個市區, 因為委內瑞拉, 這個首都, 加拉加斯, 就是一個山城, 個個就向外移, 然後往山上住, 所以你去到, 看到很有趣的, 山全部密麻麻的, 他們自己, 沒有錢了, 就去那裡霸那些地方, 建屋, 不交租, 常常被大地主恐嚇, 逼遷, 要收他們租, 柴維斯上台說, 各居住都是人權的問題, 都是人權的, 這樣就說, 土地屬於人民, 不用交租不得已, 他還去, 最好笑, 就是以前的大財團, 買落些地方又不發展, 霸著地, 買了又圈地, 然後拿過去, 這麼久都不用, 拿來用, 浪費了, 所以現在的財團是抗議的, 那這些居民真的很開心, 又不用交租, 看醫生又不用錢, 去學校讀書又不用錢, 還有這麼多這些計劃, 令到慢慢的確, 當然, 他現在都推行了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 幾年, 幾年, 因為他上台還要平衡很多, 政治勢力, 一可以推行改革就可以, 其實治安已經改善了, 正在改善, 當然現在還是危險, 但是那時候, 大家期待, 再過幾年, 治安可以有一個比較顯著的改善, 還有, 我跟一些窮人說, 他們都幾支持這個政府計劃, 所以, 查韋斯可以再連任, 就算2002年政變那次, 他都回到政壇那裏, 他當時政變, 差點被人推翻, 2002年有政變, 軍人政變, 聽我說背後是美國, 搞鬼, 因為他在那裏, 因為他就是, 社會主義, 因為你看, 剛才你聽到, 你說的全部都是, 21歲紀社會主義, 是, 是, 好, 好了, 我們休息幾分鐘, 就會繼續, 好了, 那我們就回來, 繼續我們的香港出路, 這個網上電動的節目, 那我們雖然, 大家都看到, 我們今天的話題, 是講天水圍的, 那為什麼呢, 由Suzanna, 張翠蓉, 講一講, 在我們香港, 離到香港很遠的地方, 她那個社會政治環境, 又跟香港很不同的, 一個比較窮困一點的, 南美洲的國家,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一件事, 政府當時, 他認為, 溝通很重要的, 香港很可疑的, 香港最近你看到, 司徒華那件事, 政府是想盡辦法, 將民間的聲音, 可以這樣說, 刪了一句, 不想聽的, 這個看, 主理手法是很不同的, 那我相信, 其實香港, 一向有這個, 就是一個口號, 中國政府都希望, 香港最緊要, 就是什麼呢, 穩定繁榮, 就是不要那麼多意義, 不要那麼多吵吵, 我記得有一次, 在中醫一個場合, 中醫有一個會行的, 出了一個長刊, 其他有一篇文章, 據我所知, 有一位中醫, 是提出香港的中醫界國問題的, 竟然這篇文章, 在一個長刊, 臨出的時候, 就撤軌了, 即我看到,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中國的心態就是,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要搞事, 穩定繁榮, 最重要就是這樣, 穩定繁榮, 大家不要吵, 但你看到, 這個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呢, 其實沒有人想吵, 吵當然有原因的, 你聽聽別人為什麼吵, 你要知道問題在哪裡, 才有機會解決到, 有些人說, 香港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香港全世界, 原來是第六最有恥的國家, 有些人說, 既然香港是一個這麼有恥的國家, 為什麼這些千水圍事件會發生呢, 由一般的傳媒那裡, 你看回這些資料, 其實可以說, 是一個陰差陽錯, 有意無意之間, 令千水圍不便, 就聚居了很多, 比較蓬均一些的新移民, 這個突然之間的, 這個人口這樣的暴漲, 令到當時的社區的設施, 根本沒有預料到的, 有些人已經看出, 其實那個問題是慢慢地形成的, 當然啦, 以香港人的一向作風, 香港有的是錢, 就派多些社工, 做很多社會的團體, 甚至乎建一間醫院, 或者建一些圖書館, 建一個警察局, 表面來說, 我覺得香港處理的問題, 基本上大致, 那些人都是要求這樣的, 你看那些外面人的示威, 亞丹姐的示威, 其實說來講, 就丟掉資源, 丟掉設施在那裡, 那你看他的處理的手法, 跟委內瑞拉是很不同的, 政府的態度也是很不同的, 也看到, 香港人跟政府一交涉的時候, 發現很多政府部門, 大家都互相推搪的, 其中我們看到的報紙有提及, 當時因為始終那些屋, 建了出來, 沒有什麼正當當的平地, 遊樂的地方, 於是他們就找民政署, 將一個屋邨和屋邨之間的平地填平了, 跟著說, 這是一個大平原, 被人散佈, 但是沒有街燈的, 當時他們的答案就說, 這是一個平台, 不是一個公園, 公園就與他們無關的, 就是看到, 推來推去, 即是很奇怪的, 做一些燈的, 或者掃平一些, 做幾棵樹而已, 他們就是你的政策, 還是我的部門, 推來推去, 結果都做不到, 實成, 即是看到, 很拖很久, 鄉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跟你剛才所說, 葵利紗拉的總統, 他就是每日開咪, 每日開咪,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開咪, 還有開咪的時候, 有很多官員, 在他周圍, 聽聽人民說什麼, 香港政府發言, 就是有得推, 推, 推, 便推, 即是看到, 兩家人的作風很不同, 亦都可以看到, 為何這位總統, 這麼受歡迎, 是, 因為他肯, 又肯扔資源, 現在香港政府水浸, 叫他扔資源, 就是懂得減少有錢人的稅, 你說是嗎? 黃岸園, 是嗎? 有沒有減少你? 終於我不受惠了, 哈哈, 哈哈, 好了, 即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兩個地方, 兩個國家, 基本上都幾不同, 因為我當時, 我記得, 我遇到你, 你跟我說, 你一個朋友, 很關心天水圍這個問題, 想搞一個, 有這樣的行動, 那你朋友, 其實當時有什麼構思呢? 有什麼構思呢? 其實現在, 有很多人進去做, 做社工嗎? 不是做社工, 例如有些戲劇團體, 每個人都要進去做些事情, 每個人都要做些事情, 但是, 很靈散, 其實天水圍是否真的這麼大問題? 天水圍是有問題的, 我們當時, 其實一早已經說過, 就是, 我有朋友, 形容得很生動的, 就說, 天水圍是, 香港的加沙地帶, 加沙巴雅斯坦, 現在被圍困, 敵類實體, 天水圍雖然沒有被軍事圍困, 但其實, 都無形被圍困, 因為車費貴, 出不來, 就困在那個區, 那裡, 其實天水圍是沒有問題, 但是, 只要一些, 自然團體進去,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如果沒有一個, 比較全面的, 政策去推動, 其實這個政府, 是有一個角色去扮演, 你不可以說, 小政府, 積極不干預政策, 小政府, 那些沒得好說, 但我覺得, 始終, 就是, 政府, 在這個社會, 真是有一個角色去扮演, 即是, 你真的要有一個政策, 你真的要有一個政策, 你真的要有一個資源, 那你只要那些, 資源團體有多少資源, 那你政府不給資源, 其他人想做事, 怎樣做? 但是, 是否只是錢, 就可以解決問題? 只是錢, 當然不只是錢, 但是, 我們平時說, 有錢當然不能解決問題, 但是, 沒有錢都萬萬不能, 比如, 他們單身家庭多, 社區設施就沒有, 還有, 最難的是, 他們失業的人多, 延區只有兩萬個工作職位, 大多數都要出來做事, 因為規劃的問題, 其實這些, 這些是否只是錢, 就可以解決的? 因為, 其實, 不是最窮的, 好像排第四、第五, 社區來說, 最窮是深水埗, 拿中環最多人, 也是深水埗, 但是整個元朗, 整個元朗, 整個元朗, 有一半拿中環的人, 是最窮的, 但是, 就是, 天水埗, 好像有些, 好像受到孤立那種, 還有, 給媒介形容的, 那麼恐怖, 有很多邊緣少年, 各區區都有, 我知道, 但是他們那裡, 真的很嚴重, 那裡的居民, 有一種疏離的感覺, 沒有那種, 那麼多人逼在一起, 反而疏離, 那就是, 香港, 沒有哪一道, 不迫的, 除非你住山頂, 香港以前那些, 舊公屋, 那些人, 是很迫的, 但是, 沒有疏離的感覺, 是呀, 是呀, 那為什麼他們會, 那麼疏離? 其實, 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只有一些, 我們這些行家, 媒介形容都那麼差, 喂, 那你有沒有進去? 那沒有, 那你有沒有調查, 就沒有發言權, 那你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 那你進去, 那你進去, 都看不到, 很多東西的, 他有說, 其中有個條, 那個2005年, 天水圍的婦女聯合會, 做了一個意見調查, 半數, 半數, 非天水圍的居民, 對該區的印象, 只屬一般, 近有20%受訪者, 表示感覺很差, 那他都是, 非天水圍區的居民, 去做一個這樣, 那是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訪問, 天水圍區的那些人, 才能, 他應該是訪問, 天水圍居民, 應該是, 但是, 調查員, 不是那些居民的意思, 是嗎? 是, 是, 那好了, 政府就, 啊, 交通費太貴, 想著津貼, 最近我看到, 報道說, 將那個津貼的跨框, 再整低一點, 那樣, 但是他就說, 半年, 半年幾個月, 而已, 那這份工, 不是半年的事, 那你不是想著, 哦, 他半年之後, 他會加薪, 可以抵上那個, 那個交通費嗎? 那我都不太了解, 但是他為什麼會想著, 幾個月, 那有什麼用呢? 幾個月之後, 那他就說, 騙了你出市區, 找了工, 就不幫你了, 哈哈, 哈哈, 那這份工, 不是做幾個月, 那這份工, 不是做幾個月, 那其實怎樣, 可不可以在區內, 創造多些就業機會呢? 那這個其實, 那規劃, 那規劃問題, 他當著規劃都錯了, 其實他沒有遠多人口, 他本來是居屋來的, 哦, 因爲8萬元, 然後增加, 就殺停居屋, 把居屋變成公屋, 那公屋的人口, 就高一點, 還有, 他因爲, 將那些空地, 都建了屋, 就沒有了, 原來, 有了規劃, 一個很, 陰沙陽錯, 的情況之下, 還有, 那些, 大些商場, 在天水圍南邊, 那些是私人發展的, 嘉樂山莊, 那些, 李嘉誠圈了地的地方, 那些地方, 因爲地產商, 因為地產商壟斷了, 所以, 是否令到發展, 昂貴, 兼甲, 受到限制, 聽過人說, 進去, 千水圍, 吃東西很貴, 不便宜, 可以去哪裏, 市區的, 是呀, 喝奶茶, 下午茶, 香港那些, 十一二元, 有交易, 他那裏要成二十元, 貴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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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只是這些, 你剛才說, 委內瑞瑞威, 其實他不一定靠政府很多, 不過, 政府是一個輔導角色, 是呀, 是呀, 但這裏, 香港的情況, 你發覺, 就好像給錢就行了, 是呀, 因爲你那些, 各大小團, 利益權體, 湧入去, 立即開, 群眾大會, 你沒有職工盟那些, 就要最低工資呀, 跟著創造業呀, 跨區周恩津貼, 社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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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將, 那些, 那些, 有職業的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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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什麼?有職業的人去創造職業? 要改善區的經濟,不只是讓他們出來打工 要有投資,是不是? 這其實是最難的,不是政府說去投資是投資 政府真的不敢去參觀嗎? 不是,商業活動是要讓商人慢慢走進去 但是聽聞,那區是兩個大地主 一個是領匯,還有一個是李嘉誠 所以他也因為這個情況下,沒有什麼真正的競爭出現 也沒有什麼空間 除非大膽一點,在空地搭鵬給他做小販 那你怎會二十多元吃個茶餐呢? 不是幾元有交易呢? 即是你能夠肯得罪這些財團很容易 即是活化的,讓他有些小商業出現 最好是讓他做小生意 其實也可以輔助小企業 即是家庭式工業 談何容易呢? 對呀,我去南美的經驗也發覺很多那些向左轉 即是推行有一世紀社會主義的一些國家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譬如阿瓜多爾 它就是重點,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輔助小企業 有一個叫三國五計劃 三國五就是政府借錢 當然這個是就他們的國情而推出來 就是借五千元美金五利息五連環 五連環,那裏很高通脹 那裏很高通脹 所以我都說按他們國情 就不是我們香港可能覺得 你這樣還叫輔助是不是? 那裏五連環是OK的 玻利維亞也是,因為玻利維亞的經濟主要以家庭經濟為主 那裏便會輔助家庭 他們有很多家庭式企業的 即是家庭式那些 這個是不是簡單地說 是不是搞活的所謂社區經濟 即是他提出這個搞活 那他有沒有具體或者什麼活動可以做? 當然就沒有啦 他沒有這樣口號也是 他沒有這樣口號也是 那我剛才說這個委內瑞拉的社區 搞工廠 類似 為自己的社區 即是按自己的社區需要來做一些生產 行不行? 其實你可以看到 整個地球 那便便宜一些東西 生產自己用來便宜很多 未必會便宜一些 根據現在的所謂地球化的說法 不是的 如果大家集中做一些自己專長的東西 便會更加便宜的 其實是講得通的 有些地方人工特別便宜的 那你便去那邊做很多工廠 但是我們看到做了這麼多年來 整個貧富漁船的問題 似乎是沒有什麼改善過的 那個medium income 其實是慢慢向下跌的 而有錢的10%的top便是更加有錢的 所以看到這個整個整個社區 即是世界各地都是 當然有些國家 好像中國和印度 那個中產真的增加了 我亦都看過有一個powerpoint 在BM 好像一間大公司請教授分析 其實中產真的會慢慢增加 但我始終感覺 其實我們有一個整個經濟的構思 一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經常要爭取 一個效果很高的 Efficient的 但其實我們這個地球 你看看地球的很多生態的區域 其實它是每一個區域 是它自己可以持續的生態 就不是說整個地球 就成為一個生態網 如果你可以這樣看 其實我們不需要說 這個地方是最便宜最美 總之這個地方 能夠製造 產生自己需要的東西 雖然未必是最便宜 最有效的方法 不是最高科技 總之它最終最終是能夠 維繫到社區的需要 這就是整個地球 即是全球一體化的 那個致命的地方 相反 即它經常想著 我要這個最便宜的 有些說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些地方的勞動力是最低的 那你不如把這些勞動力的人 帶去貴的地方 給那幫人做事 那會不會呢 其實他們都不會的 整個背後 大家看到 根本全世界 很多國家 由頭到尾都保護自己的 用遵律的農產 例如美國 歐洲 都很厲害 所以根本從頭到尾都是 沒有人真真正正 是用一個最有效的人 去做的事情 從來都沒有在過 是一個口號 所以 為何要這樣走這條路 如果這個地方的人 自己可以供應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一個小團體 大家夠吃 夠生活 那就最好 需要它最有效的人 來供應其他地方便宜些東西 所以我看到 整個地球一看法 和我們地球上看到的 Ecosystem 就是那個環境 完全是不合理的 我們根本地球上 沒有這樣的例子 地球上很多就是 一個小區域 它們自己可以持續的 可以自身自身 就是持續的 一區區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不是 想將這個地球的願像 傳到變成一種的現象 我覺得是 加上背後 根本每個國家都不是 真正正正開放自己的 根本很多市民 受遵徹的農民 好像美國那樣 很多農民 都是美國政府遵徹得很厲害 所以根本都不是 從頭到尾 都不是玩一個公平的遊戲 那是怎樣 那是說什麼 即是說 我們地球一看法 這條路根本就不應該這樣走 就好像你曾經所說的 你每一個地區 做到自己需要的事 首先不是最容易 但有得吃 有得住 有得穿 那大家 安居樂業 那就夠了 需要和你國家拼命來溝通 要打垮你的tradeberry 醫生說的是公社制度 公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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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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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可不可以實行到 人民公社 我們早幾年都搞過社區經濟 實驗計劃 即是在社區裏面 用一些小的經濟活動 其實作用就是讓每個人都要做 剛才你說的 師奶本來半退休 如果在香港沒有工作 師奶沒有工作 她要找一些簡單的工作 又不需要她去炒股票 而且她可以炒股票 但不是那類 她不是那類專業的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訪問一些師奶 她覺得 要做好她們 拿回 工作的identity 人的尊嚴 生命的尊嚴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說 現在天水懷那個是解決不了的 現在托錢 為甚麼 其實天水懷不是最窮 第一 在香港裏不是最窮 而且香港其實也沒有窮人 很簡單 因為最差 她不是生存的問題 不是非洲那隻 不是我 不是能夠生活 為甚麼還有這麼多 我們說的悲劇 因為是家庭的悲劇 其實是她生活的悲劇 社會問題 人們不開心 跳樓 丟孩子下街 全部因為她覺得不開心 不是說生存 空虛 空虛不開心 沒有那個 你解決她的悲劇 不是丟社工 社工 多人來探望她 多人來探望她 其中有一樣 就是搞社區 社區企業 可能那樣 所以我覺得查維斯 挺好的 令到居民有種認同感 一種歸屬感 有一種專業 最主要是有專業 而且最主要是他們感覺到 只要他們肯出聲 肯做事 政府有回應 這是很重要的 政府在香港給你一個熱線 而你發覺打不通 打不通熱線 這樣就叫做照顧了他們 有足夠的care給他們 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香港社會福利署的社工 就是很沒有同情心的人 全部的經驗 我沒有聽過那個人 賺社署的社工 做得很麻木 他是有錢給你 不過他很麻木 沒有機會 那些心理醫生也沒有什麼用的 心理醫生大家知道了 外國已經知道了 尤其是有什麼輔導 輔導幾年都是差不多的 不行的 真的 在外國做一個很大的心理醫生 最後他就揭穿了 他說很多心理輔導幾年之後 問題比未輔導更差 這件事很均動 整個心理醫學界 就是很大的迴響 當然 如果不是問題解決 他們哪會有生意做呢 當然是令到你有種依賴 有種依賴 即是如果天水維修一聲 你就說劈一些計劃 就搞定了 沒有扎官做什麼 即是 現在那些救援組織 沒有災難 他們哪有事做呢 都不知道 期望有災難 可能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最近好像 都不知道是不是天水維俱 他有些團體 就是在那些 配置的工廠大廈 就做一些 培植的那些 菇 那些菇 那些菇的做法 那我們的健康店 都有去買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他所需要的科技 其實很少的 需要一些人去 去處理一下 所以其實 可以這樣說 解決方法 都是去 怎樣去 製造一些 就業機會 那我覺得 這方面是可以想的 當然啦 香港經常都這樣說 問題就是 香港的工廠 全部北移 那這個問題 這個真空就在這裏 那香港人真正賺錢的 都是拿一張紙去炒 拿電腦去讀一下 真正賺錢 就好像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 即是我們以前窮的人 即是不要說什麼 就是自己香港 一七人大的時候 那時候 反而不會有這些 這些所謂的悲劇那麼多 72家房客 還有你想想華人 去到外國 去到外國 都是啦 他是自己搞定的 那他包括 即唐人街 是一個小經濟圈 他自己可以找到 自給自足的東西 他什麼情況之下 他是生存到的 那他不用給很多社會福利 新移民 現在香港是給很多資源 有很多計劃 有很多研究 怎樣令國內的人 立來香港融合社區 要爭取這些東西 以前我們 中涯去到外國 還是不需要的 人家的社會 找些社工來找你 那不需要的 華人 哪知道自己搞定 他沒有那麼多釋唐 即是廣東話 或者華人社工 華人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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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社區搞定了它 即是社區 如果你本身 能夠自給自足發展 這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源 反而不是錢 亦不是經濟 如果你說天水圍這裡 其實最重要是製造一些 小型的工作機會 或者活動 甚至不是工作機會 而是活動 譬如說 以前不是有市多 現在市多越來越少 其實這些也是 搞合作社 類似 搞合作社 社區的人 懂得自己搞定自己 就行了 難道你一個人找個社工 跟著他 他不開心就會死 多了一些社區企業 社區關係更緊密 對嗎 很簡單 你說深水埗 旺角 油麻地 那些 這麼窮 窮 其實 但是他不會有這些 倫理悲劇那麼多 因為他社區是緊密的 他不會有疏離感 他能夠生存到 他就生存到 他不會覺得生泳空虛 那樣 隔壁對戶都不理睬你 你又不理睬別人 跟著一看不開就自殺 社區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現在的房子 是多層的 他的規劃就下面連社區中心 或者公園 等人聚在一起搞搞鎮 都沒有 都沒有 是嗎 沒有 因為他的規劃就沒有 因為他是八萬五之後 即是這幾年 通常移到十萬人進去 因為這樣他完全沒有規劃 那些人就很難在那裡生活 他不是生存難 是生活 沒有空間 沒有社區的活毒 是嗎 那些區元又沒有用 那些區元又沒有用 所以他們已經輸了 選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最近也有機會去看到一個紀錄片 是關於古巴的 嗯 古巴的 社區的力量 社區的力量 是呀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其實我們下次會再抽點時間去看看 即是古巴的經驗 因為 據我所知 當時的經驗 90年代的經驗 到後來的改變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嗯 好啦 時間關係呢 我們留下一次啦 將來再跟進去看 好好好 再見 OK 好 大家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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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